好 那這一個是我們 對不起 講到了 這是我們那天前置的影片 我沒有辦法拍得太細節 因為這是我一個人要拍要剪要錄 所以我會盡量跟你們解釋 這是Model Before 等一下我想跟你們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在這一條線以下 可能是他之前有染過比較淺 所以你會看到 他長期蓋了這個 你的那個補色 你的那個box color 你用幾次? 兩次 對 就是那個叫什麼 Rapping那個 POPPOP 他蓋了兩次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這邊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他這邊會有一點透光 會有一點透光 會有一點透光 所以也意味著這一條頭髮以下 這一條頭髮以下 他的瘦損度相對更高的 卡長 卡得很嚴重 所以我今天很特別準備 我跟Loreal申請 這個是模特兒的頭髮 我把他帶回家 很漂亮 這是這個老師什麼 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是一個習慣 你們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來仔細聽 這很重要 非常重要 你在做客戶的時候 千萬不要相信 客人說的話 還有不要相信自己的經驗 所以 每一次我在做頭髮的時候 我一定都會先剪 大概五根頭髮下來做測試 I will cut maybe five 五根 怎麼講 反正就是 a little hair to test you need to test 所以 我在現場工作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會先剪下來 然後用我等一下 可能會想要用的 瓢粉的配方去做一個測試 所以這個是用9Volume 對不起 30Volume 然後跟那個瓢粉 然後丟到那個 Heat Machine 然後做一些加熱 10分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用那個Nine 然後等10分鐘 他的頭髮狀況 然後你除了可以知道 他的卡射程度之外 你還可以知道什麼 你還可以知道 他的受損程度 但是要濕的時候才會看得出來 所以切記濕的時候 你可以去拉那個髮尾 去看他的那個抵抗能力 如果他的抵抗能力很強 代表他的頭髮健康 他的抵抗可能輕輕拉 就會被你拉長 跟側軟化是一樣的意思 就代表他的彈性已經快不行 快不行 所以我一定都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特別把這個頭髮留給你們 告訴你我在做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卡射 你可以知道他的受損 你是不是也可以知道 飄完的受損級數會在哪裡 你是不是可以告訴他 飄完之後你要怎麼護髮 用什麼產品 所有東西都在操作之前講清楚 所有東西 你千萬不要用完之後 頭髮斷了 或頭髮卡射了 然後再去說 因為你染過什麼染 這事前全部都得知道 這才叫專業 好 啊 欸 sorry 然後 然後這個是 沒辦法 我一定要先做剪材的 這是 當然我還沒有剪層次 我只有做thinner 因為如果不剪材的話 會 比較不好去做操作 那我要你們看的事情是 我的下刀位置 你們要仔細看我下刀位置 在比較內沉的頭髮 我的下刀位置會比較進髮根 然後依序越來越往外 那我自己的習慣是用滑減 它會讓頭髮出來的線條感更強烈 怎麼樣你想看對不對 那你轉過來 你轉過來 我幫你 因為到頂區的時候 我的下刀位置會離髮根越遠 但其實還有一個 靠近髮根的打包方式 我沒有錄到 我等一下現場再來做一下 所以分區 我是假裝要繳一下 欸很可憐欸 自己拍還要自己繳 剛剛你們的那個後面場控還是我 放音樂放影片還是我 知不知道 欸sorry 然後這些東西剛剛現場都有示範給你們看過了 所以要告訴你們這樣子的東西在實際的人上面是什麼樣子 給他你們在一起看 真人的溺瓜真的不容易喔 我們要去試試看 哦 對 Spray 因為像 有些 不會啊 如果你的溺瓜方式是正確的 它不會難速看 就是記得 你會看我在刮 其實我都只有同一軌跡 我不是重複重複重複推 沒錯吧 我在一開始收集完我的頭髮之後 我只刮那一次軌跡而已 你看喔 你看 我在收集我要的頭髮 欸夠了 夠了我就把它推進去 所以它是同一軌跡 所以我也是同一軌跡我就可以把它輸出來 然後你看即便它的頭髮那麼長 我還是習慣單包濾波 我還是不會用長的濾波去包 來注意看 有沒有看到我分兩塊 看好這些細節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它 發尾是有受動的 有啊 全上 因為我測試過了 挑一次發尾的彈性可以 但是等一下我其實有挑第二次 你看它的沒有卡射的地方 60分鐘的時間 基本上9度吧 可是它的髮尾 可能兩次 那個 泡泡染的地方 有沒有 所以我緊急決定 起來 飄第二次 所以我沒有輸開 然後 等一下起來針對髮尾 直接做飄程 因為它的頻度其實低於 所以我起來直接 直接 這個地方我稍微跟你們說一下 就是 正常來說我飄第二次不會這麼做 我會直接把鋁箔打開把藥水擦掉 直接飄第二次 正常來說 那為什麼這一次我會選擇這麼做 原因是因為我要保留 這個模特兒頭髮的健康度 所以我沖完水起來是濕的情況下 那 我就是盡可能在他頭髮的受損的極具內 最大量的放大他的潛度 所以我會選擇 起來濕的時候去做這件事情 能夠拉多少是多少 所以 第二次我們大概只等了 20分鐘吧 因為我每10分鐘就會去測一下那個髮子的彈性度 我發現不行了 我就 我就沖水了 你就這樣子不用包起來嗎 不用包 因為我只要拉 可能半度到一度而已 但頭髮的受損度已經很高了 那這是我的辦法 對 沒錯 因為我沒有太多的藥水可以用 那我需要 這也是我現在可以跟你們分享的 我的調色的方式 其實我很喜歡運用紫色這個東西 我很喜歡運用紫色這個東西 原因是因為 對亞洲人來說 紫色對我們是最好的一個顏色 第一它對我們的皮膚好 它是中性色的 第二 它又可以去抵消我們頭髮的 黃色色素 所以我的頭髮一定都是漂到8度以上 它其實是黃多的 所以我要抵消它是用紫色 並不是用藍喔 用藍它會跑綠的喔 所以而且紫色褪色會比較是我想要的奶茶色系 好 好 好 然後上完之後我們就是 那秋流水是幾波 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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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6 最低是6嗎 對是6 是6 其實你們可以看最後我們的 其實我沒有針能在這裡 好 好還是看一下 好 那 我把頭髮呢 他停在這個畫面嗎 對不起 對不起 那個畫面怎麼了嗎 漂亮 不是有形象嗎 好這個畫面 欸不要不要等一下 又動 又動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視覺效果 它的線條會從一樣高的地方出現 但是很明顯的事情是它的前面的淺度會有一個斜線下來 所以視覺上看你會覺得它是流暢的舒服的 你不會覺得它是在同一個面積出現的 因為以前我們做的叫挑藍 挑藍的一個問題就是它是從平面出來的 當然這種設計是重向的 所以它會更自然 然後可以看看裡面的深色 裡面的深色 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修飾肩頸的喔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地方 很棒的一個設計 好啊 我想說真人在做 幹嘛要看你的影片 等一下我們會簡單做一個層次上的提升喔 因為其實這種設計我會比較 我自己啦 比較不會做one lamp 就是不會只做一個層次 我都會有一點層次 因為通常會做沒有層次的頭髮 比較會在for air touch的部分 吹飄的部分 因為吹飄你必須要打很薄 你為了要打很薄 所以你做一個比較沒有層次的設計 可是我覺得髮型的本身 應該是剪裁最重要 然後再去套藍把 應該不是剪裁去配合藍把 應該是藍把要配合剪裁 這是我的觀念 對 那你們就可以看一下bottle 我們稍微往那邊轉一點 謝謝 有沒有看到 視覺上會看得更清楚 有沒有看到一個斜度 但是它的線條起始位置會再差不多一遍 這就是我利用刮的位置不同 產生的一個視覺效果 謝謝 這邊也是一樣 像這一邊會是 一樣的意思 會有一個斜度 好謝謝 然後想特別給你們看的事情就是 這個model頭髮的 我們站起來一下 然後轉個背景 小心 謝謝 我想給你們看的 還是在 後面的部分 你是看不到它的轉換 看不到那個明顯的轉換問題的 那這就是我們有把那個bass做好的差異性 對 然後 所以你應該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在這一區 我的刮髮位置一定是從橫髮尾的地方開始刮的 所以這個就是有一些深色 那我剛剛講的立體區是什麼 我們看到這一區的深色 才能透出 你上面的淺色 這樣子是不是就連貫起來了 我剛剛的分區概念 好 謝謝 好 然後那天我沒有做任何的剪裁 因為 如果我黏剪了今天沒得剪 所以我等一下 我現在要來稍微 做一個剪法 那剪法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比較常見的一個高層次的剪裁 然後頂區我會用放射狀的方式去處理 那剪頭髮的部分其實也是看各位的速度可快可慢 可快可慢 那 今天也是給各位一個乾貨 是嗎 乾貨 給各位一個乾貨 對我要頂區給你們看 這邊的線條看到了嗎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是很漂亮的喔 所以當他綁頭髮會有一個很棒的呈現 那邊看不到再給你們看一次 側邊的線條感 好 這是很重要的 好 然後其實那天在剪頭髮的時候 已經跟馬國 我事前就已經先 因為我沒有側髮值嘛 所以我非常清楚 其實如果他是客人 我都會先講得很清楚 待會兒剪完 如果我們要做到這樣子的設計 可能你的髮尾三 不是可能 你髮尾的三公分我必須犧牲 就是我必須修掉 所以他現在髮尾三公分 其實是最乾的地方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剛好修掉 那我那天沒有修 就是因為我要在今天 現場才有辦法去操作給你們看 分岔是一定得修的 分岔如果不修 會靈響 如果你站著讓我剪可以嗎 不好意思辛苦 好 這樣比較好轉身 這樣你比較好轉身 比較好轉身 Sorry 我們釣書紙會換書紙嗎 會 我不會 那你不能在那邊上班 沒關係 我來教課可以嗎 我們要給正確的知識 我會跟你們說 其實我有很多東西不正確的 但我還是要這麼做 但你們不要學我 好不好 要來要換 要換 因為我跟我客戶太熟 好 好 基本上我們在做這個剪裁的時候 先把長度定出來 當然我一定會跟Model說得很清楚 正常來說會有一片鏡子 所以我會跟Model說 誒就是這樣喔 確認了我才下刀 我會確認再確認 絕對不可以 就是 就是 就是讓 站他不清楚的情況下去做這些事情 好 好 我們就 意思意思把法尾丟掉 全部都放到後面來剪了 然後我們 謝謝 我的剪法其實是東學一點西學一點 因為我 我從來沒有真的要去上過課 我都是這邊問問那邊問問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 但是我的很不正規 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說 包括我的染髮也是一樣 都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 你們可以參考 但他不一定是最正確的 可是我可以說我每天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好 所以剪裁上我後面其實基本上會做一個方形剪裁 他是平的 但是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會用 這邊的頭髮 去對我側邊的頭髮 那基本上這也是一個方形剪裁 把他接起來 西服不好意思啊西服 我會看到 我就會用這個地方 去對我的前面 這應該叫方形剪裁沒錯吧 還是這邊不講真的 還是這邊不講真的 你可以cue一下西服 西服要加一個膜 加一個膜 好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做的是一個方形 那我其實也不喜歡他太硬 因為我們剛剛只有銜接兩側嘛 所以我們現在再回來把這個腳給去掉 回來把這個腳給去掉 那最近其實比較流行的東西是 頭髮不要太薄的 要有點厚度 所以這顆頭基本上也是接近二分區的模式 在頂區以下 我們會有一個比較重的 低的層次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頂區以上 瑪雅 休止以 去 在頂區 我就會去提拉他的層次 在90度的位置 看到我們的引導線 90度的位置 然後做一個檢查 然後我自己的習慣齁 在層次 不管層次我怎麼剪 我都會比較喜歡他會落在肩下 不要到肩上 比較會比較好整理 比較好整理 然後其他頭髮 我們就繼續對著 放射狀的方式 欸我覺得你給他一個椅子好了 不是你頭髮太長了 我們就用放射狀的方式去做他的剪裁 我們就用放射狀的方式去做他的剪裁 他等一下還要轉到正面去 他好累喔 他要一直轉來轉去 然後Kiki你可以幫我插那個嗎 插一個 電棒跟電棒 好的 那是DX那可以 好 等一下我這一招就好 我請他 等一下 等一下 其實我們要的就是 這個層次 他剛剛有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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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他好厲害 我要怎麼開的 他塗手 好 然後基本上剪完之後啊 每一個 這個 因為我剛剛是大面積 我就有做二分區 頂區的高層次跟下面的低層次 所以我等於中間的銜接處沒有動到太多 所以如果你視覺上看 你會覺得他這邊比較硬一點 比較硬一點 所以我最後都還是會 再拉出來 去把 有沒有看到 這個多的腳 這就是這個腳 這就是造成他下面比較硬的一個問題 我們去把這個腳 做一個樓化 他是不是塗手 對 再把這個腳做一個樓化 這題就是現場 如果你想要動一個層次 他是最快的一個方式 當然他只是在層次上的調整 他也不包含 調整保量這些事情 然後有的時候要判斷一下頭髮的長度 像比如說這個Model頭髮很長 所以基本上我上面頂區提拉90度一定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有一些頭髮他可能本來就只有在鎖骨 你在提拉90度可能層次就過高了 所以要去判斷一下那個層次 去做一個調整 其實你不要小看我只是剛剛去掉那一點小量 可能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現在左右的 可以看看現在左右的對比 我左邊只是去了那小小的腳 所以整個頭髮的這個區塊 它的樓度就變得很多 但是這邊還是有很多的印線 就只是在那一小腳而已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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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剛調量其實有一個東西我漏掉了 我們剛剛在影片中可以看到我的調量其實這邊看得很清楚 短的地方就是我從這個位置開始去做滑檢的位置 那滑檢是這樣 有兩個地方你要注意 你剪刀進去的地方 還有剪刀出來的地方 這個就要注意 所以我們在滑檢的時候不要只是滑在這個地方 而是要一路的下來到髮尾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的調量最後都會從髮尾出來 但是我從髮尾出來的那個地方 是不是我逆刮的位置就是從髮尾這邊進去的位置 所以它是相關聯的喔 但是最後頂區我還蠟了一個東西 就是在頂區如果你沒有在髮尾做調量的話 你很難把頭髮推到很近髮尾 因為髮尾量太多了 會很厚 但是頂區如果我們做滑檢它就會毛躁 所以我頂區用的東西是這個 不好意思西服獻醜了 因為我不知道這怎麼講 這種打薄方式怎麼講 點檢吧 算點檢吧 我會用這種方式 因為你會看喔 我用這種方式做打薄的時候 它完全不會有刀痕 它也不會有頭髮岔出來 可是我就可以在這邊做出我想要的線條感 或是膨度 有沒有 輕輕鬆鬆一推就起來了 對 那這種方式就是 我在頂區都一定會用的方法 都算什麼 什麼cut pollingcut pollingcut 那這種方式 其實可以讓你的 這個頭髮的膨鬆感 多一些 好一些 ok 然後現在我要替這個model做一個簡單的造型 那我也想要給你們一個 這又是一個超級乾貨了 你們知道要怎麼拍照 可以讓頭髮的光澤感 暴增嗎 你們拍照 你們現在做造型會打底嗎 還是都是做完造型之後再抹造型 先打底 先打底 對很棒 一定都是先打底 那 其實我們以前習慣的打底 就是讓頭髮有一點彈性 我們在做造型什麼時候比較 比較能夠蓬鬆什麼的 但現在我們更喜歡多一點點光澤感的感覺 所以 像這一罐是我特別 因為我記得我在台灣有用過 當然台灣現在也沒有 所以我特別說我需要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可能 你們知道這個幹完了嗎 不知道 真的假的 增量嘛 對增量 它其實是增量的 所以很多人會在結束之後去噴這個頭 當然我的用法不一樣 我會把它當成打底 我會把它當成打底 是不是沒有人這麼用過 你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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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探到了 我來示範一次 正常來說我們用離子夾夾 好 我們有先做好這個打底 很反 手臂 這片頭髮很漂亮 我順便秀給你 我們剛剛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那個前面跟後面的差異性 超級差的 謝謝 看到嗎 遠遠看是很漂亮 但是它的漂的位置 是在同樣的地方 刮的位置不同而已 這就是我要的感覺 好 謝謝 我們剛剛噴完了那個增量的東西之後 然後 鼻子夾 再去做一個 碎 它的頭髮的光澤感 會很強 會比起我直接夾直 來的強很多 所以這次 現在是我 最喜歡的 一個打底的東西 我等一下 試一下 左邊跟右邊的差異性 左邊我不做 左邊我不噴 右邊我噴 左邊 右邊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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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是四點下課 對 你加班我不會不前面 好 我們今天上課 歡迎讓 謝謝大家 好 我把這個Model造型玩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前面 其實我知道你們可能更想要看的就是 瓢法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前面還是給你們比較多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你們今天都沒有安排工作對不對 大家都為了你請假 連大老闆都懶 真的假的 更像明天大老闆都為了你過來 那等一下是不是要請我吃飯 又請吃飯 我來這邊其實吃蠻好的 然後model的顏色其實我挑的顏色也是非常非常淡 你們剛剛如果看到的話都是十度左右的 然後我記得DR她是Demi對不對 Demi 其實你們這邊很辛苦用Demi可以用 台灣沒有Demi 真的嗎 沒有 怎樣 要不要建議她一下 不行 台灣沒有Demi 那你們什麼啦 蛤 那你們用什麼啦 所以我們都自己亂搞啊 他就懶高加什麼你知道嗎 就懶高加洗髮精啊 加水啊 加水啊 自己做Demi 啊我有的時候還會加什麼你知道嗎 我會加檸檬酸 就是檸檬酸是什麼 你去那個超市 這邊的超市叫什麼美的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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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熱水贏的 是收的啊 它叫檸檬酸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抓什麼 要亂夾 我們在北美很幸福 我們有Demi 對你們有不用 你們有不用 要亂夾 要亂夾 但是原理應該是對的 所以DR就是City-based 它是酸性的 對 所以你們不要亂夾 但是我只要告訴你們 那個東西 它Demi的東西 是真的比較適合 在那補後上色的東西 它是真的比較適合 Demi的東西 所以它的頭髮的配方 剛剛看到大家有記得嗎 L1加1.220 就在有什麼 9.2 9.2 跟10.1.2 10.1.2 對 第2Light 然後再一個 22Light 就是L22Light Glow Glow 要比例嗎 呃 一半 9.2跟10.1.2 1比1 然後那個 022只是當加強 所以大概 10% 20% 左右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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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的 最低好像低於10%對不對 對 6% 6% 6% 我在台灣其實也都是用 1%的雙氧水 低雙氧 對低雙氧 上色基本上低雙氧 除非你想要它過色 不然全部一律低雙氧 沒有必要用高雙氧 好 兩邊夾起來 兩邊夾起來的質感 好 最後我簡單上個電棒 上電棒你們需要知道什麼嗎 來這是最後囉 4點了嘛 夾完就沒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邊夾邊問我 Q&A喔 有問題的要趕快問 你剛剛夾完衣吃的時候 那個 你就是沒有說通 就是沖水的形 對 我沒有輸開 因為其實我 我剛剛有提到嘛 正常來說 我不會沖水 我會直接把藥水刮掉 藥水刮掉之後 直接漂第二次 但是因為我在這邊 沒有太多我習慣用的藥水 所以我選擇先沖水 我怕我的頭髮的受損度太高 所以我先沖水 然後起來濕的時候 濕漂 濕的時候再漂第二次 所以你剛剛那個頭髮也是濕上 濕上 我上色都是濕上 其實會不會有人去有一個問題 濕上會不會讓顏色比較不飽和 或是不明顯 會不會有人有這個問題 沒有 他如果有白頭髮的人 應該在白色上 白頭髮是另外一回事啊 如果有白頭髮的話 就代表你要過色 那你要過色 你就不可能只用10V吧 你至少要用20V 白頭髮才會過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可能會在就是 漂的時候就處於白頭髮嗎 如果他有白頭髮 如果他有白頭髮 基本上我會保留他的白頭髮 基本上 在我的影片我也時常 因為很多人有白髮困擾 白髮困擾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在台灣啦 我不知道這邊 為什麼 因為白髮市場的人 是不是除了蓋黑沒有其他的 可是如果今天你可以運用我剛剛說的 Highlight 或是膩瓜 去做出跟你的白髮量 相等的挑籃 是不是他的白髮長出來 就會很自然 對 所以如果有白頭髮困擾的客人 基本上 我會保留他的白頭髮 去跟我的挑籃 Mix 在一起 這也是我一開始提到的一個觀念 自然的力量 我的設計要符合他的自然原則 阿對 剛剛有一個問題啦 我想到了 碟射對不對 我那天在那個 那個 零電的時候 我發現這邊的人 你們會在沖水台做碟射嗎 會 會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我以為這邊沒有這個習慣 或是不需要 其實我也很常去做所謂的疊色 因為你看我的影片 你會常看到 我在那個沖水台 宣布布上面 去做很多顏色的堆疊 因為其實我們亞洲人的特性 尤其是在我們台灣又沒有 Dammit的籃膏可以用的時候 其實它上色很容易光澤不好看 不飽滿 光澤不飽滿 那雖然說這一組 這一組護板能夠解決這個 稍微解決這個問題 是它會把你頭髮裡面的金屬物質拿走 拿走之後你的籃膏或者是你的藥水它才會比較滲透 它就會比較均勻 對 所以這一組其實對我們有幫助 但是因為台灣都沒有 Dammit 所以你在做漂後上色的時候它還是有紫 那它的上色就相對沒有那麼飽滿 所以像譬如說我想要染一個紫灰色 我會先染灰 然後在沖水台的時候 再用022加洗把金在後面戳 那再把那個紫疊在灰上面 它就會是一個很漂亮的紫灰色 所以我們其實很常運用 尤其是在漂頭髮的時候 時常目標色都會偏移 那目標色偏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把我們要的色相調回來 那個就是我也是非常常會使用的一個技巧 然後今天這個貓頭的設計啊 就是全部都是在剛剛那個角形頭上面 我盡可能的把所有的東西都濃縮在那顆角形頭上 所以如果你把剛剛那個角形頭的技巧啊 大概學起來 基本上這顆頭用到的東西 一半以上在那顆角形頭都呈現出來 阿 開放假 可以嗎 可以嗎 沒有講 姐姐 是 老師 那那一姐姐 送給你 小姐姐 YYDS YYDS PriS 嗯 因為剛剛其實很多人現在都喜歡拍背面 但其實我比較想要秀正面給你們看 因為我們真的在現場操作的時候 客人看的其實是正面不是背面 那我不希望我們大家被行銷給綁架 就是我想要一個很好看的作品 所以我拍背面然後把頭髮播得很漂亮 我還是希望各位可以多注重一下 客人的本質的問題 所以如果Model不夠正的話 我照頭髮不正 那會破壞我們的作品 沒有辦法我的Model就是正 不是這樣講 如果Model不夠正的話 其實我也很想要戴墨鏡 我也很想要跟你們分享要怎麼攝影 怎麼調整角度跟修復 但是我真的沒有時間了 我今天光講到這些我就有很多環節沒辦法講 我簡單來說一下 如果要把Model拍得好看 我們要的不是她的臉 我們要的只是希望有正面不是背面 所以其實Sometimes我們會可能調整一些角度低一點 然後利用頭髮 然後你只要拍到她的鼻子跟下巴 鼻子跟下巴這樣OK吧 收到收到 鼻子跟下巴 這個不要這個很OK 這個可以拍到全部 然後她的瀏海稍微可惜一點點 因為她的瀏海是短的瀏海 所以比較難讓我去呈現她的那個Money Piss的感覺 但是這個就是把Money Piss跟八字瀏海結合在一起的設計 她是可以去做結合的 她不一定要 一定要像外國人一定要留很長 因為我們其實需要多一點點的修飾在瀏海裡面的地方 但是這個Model 拍照是你都用手機拍嗎 我都用手機拍 我都用手機拍 但我最近比較喜歡用錄影的方式 請問你的角度 拍照的角度 拍照的角度 拍照的角度呢 呃我習慣啦 反過來拍 為什麼呢 我們講講 那不用 為什麼我習慣反過來拍 因為可能 可能 我覺得也不是我身高的問題 正常人拍都一樣 你如果在這角度拍的時候 你是這樣拍過去的 可是如果你在這角度拍的時候 你會拍到更大面積的頭髮 對 因為燈太紅了 沒有沒有 因為我沒有辦法給你們 我沒有辦法秀在那個螢幕上面 你們看 還是 還是要秀嗎 算了算了 下一次 所以我這樣子拍的時候 我的視角是這樣上去的 對 所以我可以看到更大面積的淺色 有沒有看到 更大面積的淺色 可是相反的 如果我今天這麼做的時候 我的頭髮的 我的重點是頭髮 對 可能就會變成我的目標 是這個model長得很正 所以 如果你想要專注在頭髮上 有沒有 是不是差很多 然後 如果這個model沒有很漂亮 有沒有遮 對不對 側邊 當然鼻子也要露出來 鼻子也要露出來 鼻子嘴巴 你可以不要拍到五官 有沒有 這樣 這樣你也不知道他長得好不好看 然後等一下 你們應該會有近距離 可以去看他的頭髮的樣子 你們應該會去看